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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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的系列都是以感恩 大地孕育為主 那我會想到自己的家人 像這一幅畫就是我想到我阿公 在創立我的家族的時候 在畫我阿公的時候 我會藉由在畫他的神韻的時候 我會回想那時候 跟他相處的種種的回憶 其實我還蠻享受在打稿這一個部分 因為在打那個一張畫的稿的時候 我會很沉浸在一個人的時候 在整個畫出稿的時候 那個構圖是對我來講是蠻... 要想很多 我會藉由在打稿的中間過程當中 再去想第一個階段 接下來要上色 在第三階段的一個問題 好像回到我當初我們學廣告設計的時候 去只有鉛筆 然後在那邊打稿 一邊聽著音樂 一邊在想一些事情 這個構圖都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就是顏色的鋪陳 怎麼讓它呈現出來整個 這一個人啊 這一個人事物的神韻這樣子 第二個階段的呈現 我希望說它是一個慢慢一個生命力 一個精神力慢慢已經進去 這一個人物了 用顏色來代表它的個性 所以我對它的色塊跟色調的選擇 我有比較用peace的方式 來呈現這一個人的精神這樣子 真正在下筆的時候 其實它會到一個小小階段 我自稱為是那種比較無意識的 因為你構圖已經構圖好了 就好像我們在蓋一個房子 其實你設計圖都已經設計好了 那當你在執行的時候 你就照那個課本 那個圖去操作 如果你用色塊去玩那個一個人的作品 或者是一個人事物的畫風的話 其實你注意的地方就是 你一定要玩它 你一定要去享受它 因為可以堆疊出你意想不到的一個想法 我剛剛講了說第二個階段 我是用比較圓滑平順的顏色 是代表這個人物 那第三個色塊的時候 我就會希望說 玩得更大膽一點 甚至我會把畫倒過來畫 或者是那個雙手併用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方式 會讓自己很瀟灑 很灑脫 那也另外一個顯示出 我阿公的個性也是非常 就是無所求啦 就是你只要OK 那都沒關係 我滿喜歡區塊的分別的東西 但是當中間過程當中 你只要混到其他顏色也都沒有關係 其實我平常說畫的方式就是這樣 如果你今天一個精神層面意識到的時候 其實你要用什麼方式去呈現它 其實就是看自己一個畫家的一個 心情的轉變跟轉換 我在有時候畫畫的時候 我會希望跟這一幅畫待久一點 希望說 藉由我在畫它的時候 有時候在瀟灑的時候 就可能想到它 那時候那種帶團很瀟灑的樣子 那時候我再慢慢在比數 再勾勒它的眼神的時候 我會覺得它有時候 對我們孫子微笑的感覺 可以來比對一下 這是我的阿公 我們劇團的創辦人 那我希望說 藉由今天的畫我爺爺的精神故事 我也希望說我在演藝圈啊 不管做公益啊 都可以傳承它的精神 一直下去這樣子 像我今天畫了我阿公精神的畫法 其實它也可以延伸到 我現在身後的一些母體系列 看似不同的人事物 其實我的核心主軸 它的出發是一致的 我用比較侵入那個 請到感情的方式 去創作這個系列 想延伸出來就是說 其實有些東西是需要去等待的 我要講的是時間 我的創作是以真愛珍惜 感恩大地為出發點 希望我們在大地孕育人類的時候 它不求回饋 只求你回頭看看它 像是在和尊的一段星期 我也是一個人